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了这个毁卖倾注的这个事情 我看这个事情最近无论是在短视频上面还是在群里面都讨论的非常激烈 而且这个事情还是发生在河南 所以说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就心动了一下 想看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前因后果 然后我就按照我当时心动的时间起了一个挂项 说实话,有时候周易真的很神奇 很多时候我们的疑惑或者说我们想问的问题 周易都能够根据挂项直接给出我们答案 甚至是很多时候不需要挂项就能直接回答你的问题 比如我们这个挂项 我起心动念的时候 第一个念头想的就是 这个事情是本来就存在的行为还是今天突然出现的 或者是畜某已久破坏我们粮食生产的一某事件 其次就是这个事情会给我们造成影响吗 这眼看着粮食再过一个月就要收割了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再看我这起了个挂项 几乎是我的问题 这个挂项都一一进行了回复 简直就像是一问一答 非常神奇 所以说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挂项 都为我们原来哪些信息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挂项 是天雷无妄四摇发动 便风雷一挂 我们一般都是相看本挂 所以说我们相看这个本挂天雷无妄挂 无妄 在前面我都解读过了 妄字的结构为 妄字与女相结合 本音是指女奴逃亡 说文中说妄乱业 广运中说妄虚妄 可见妄的隐身意为虚妄 极不真实 悖乱的意思 所以无妄便是不虚妄 不妄为的意思 这也代表着 这个新闻报道出来的这个事情 是确切实实发生着的事情 并没有虚假的成分 而且它的挂项是 上挂为浅为天 下挂为阵为雷 为天下雷行 万物不敢妄为之相 所以就叫无妄 无妄 无妄象征不妄为 合乎客观规律 不违背事实 什么事情 均不妄为时 横通顺利 否则就会发生霍乱 不利于发展 其实这个挂项也就是在说 只要不妄为 不妄动 就不会有什么灾难发生 就不会有不好的结果 所以我看到这个挂项的时候 第一感觉就是放下心了 因为这个事情虽然是真的 但是不会对我们的生产 造成多大影响 所以说不必担心 但是同时这个挂项 也存在着两方面的可能 就是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 就会有灾难出现 所以这个事情肯定还要有人管 也一定要有人来重视这个事情 但是该怎么管理 或者制止这个现象的出现呢 其实这个挂项的挂词和相词 也就告诉我们答案了 我们来看这个挂项的挂词 无妄 缘亨利真 其匪正有生 不利又有亡 意思就是 无妄挂 初始横东 利于坚守正道 若不守正道 则会有灾害 不利于前往 所以从这个挂词 也在告诉我们 很多事情 我们不能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 违背的话 就必然会有灾害发生 其实隐身到我们预测的事情上 也就是 现在的事情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 肯定会引起灾害 而他的团词又说 无妄 刚自外来 而为主与内 动而见 当中而应 大亨以正 天之命也 其匪正有生 不利又有亡 无妄之妄 何之矣 天命不佑 行一灾 意思就是 无妄挂 刚见 从外部来到内部 成为内挂之主 朕象征动而前 象征见 所以说动而见 九五刚要居中 与六二斤要相应 所以大亨通而属于正道 这就是天命 如果不正 则会有灾害 不利于有所前往 没有希望而前往 做什么去呢 这样 上天不会保佑你 能行得通吗 这个团词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事情 其实是由于受外部的影响 才发生的一个行为 其实我看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 这是不是外部敌对势力的破坏 或者说是敌对势力故意破坏我们的粮食生产 而且这个团词又告诉我们 钢字外来 是外部影响内部 难道真的是外部敌对势力内外勾结 要搞破坏吗 我们现在接着往下看 我们来看这个挂象的象词 象语啊 天下雷行 物与无望 先王一冒对时 遇万物 意思就是 天雨之下 春雷滚动 万物蒙发 滋生繁衍 这就是无望的挂象 先王观资挂象 从而奋勉努力 顺应使令 保佑万物 其实这个象词的解释 也简直是完美的预测 和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它所描绘的景象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个景象 春天刚过 不如夏天 万物茂盛 对于我们北方小麦主产地来说的话 即将迎来丰收的季节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要顺应使令和万物发展的规律 保佑万物 保证丰收 所以这个时候进行 毁苗 清住 肯定是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 所以就需要先王 其实也就是政府来加以干涉 引导大家不要破坏专家的生长 以保证万物生长 丰收有成 所以这个象词 不但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了 而且还预测了政府的作为 或者说指导了政府的作为 其实也就是 在这个事情被爆出来的时候 同时爆出的 还有政府部门 针对这个事情所发布的命令 也就是严查 毁卖清住 和毁卖开工的行为 以确保夏良 颗粒归仓 说实话 这样的结果 不但显示了周易的神奇 而且也说明了 我们目前政府的反应速度 和做事的方向 还是很及时的 还是能够做到 像古时候有道德的先王一样 顺应时令 保佑万物的 而且从这个命令也提到 不止是毁卖清住 还存在着毁卖开工的一个行为 但是这些行为 到底是普通的商业行为 还是真像我们网友猜测的那样 是因为现在乌克兰战争 全世界都面临着粮食危机 所以这个时候 就有国外的敌对势力 内外勾结 对我们的粮食生产搞破坏呢 其实这个问题 这一项的谣词 也为我们清清楚楚的 做出了回答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这一项的谣词 这个怪强是四谣发动 它的谣词是 意思就是 可以保持正道 没有灾难 相词说 可以保持正道 而没有灾难 是九四固有的品质 其实这个挂词也在告诉我们 就目前这个事件 是不会造成灾难的 其实也就是说 这个事件只是小范围的事件 影响也是有限的 所以没有问题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相词所说的 可真无咎固有之也 其实也是在回答我们 最大的疑问 这个相词也就在告诉我们 这个事件 其实并不是突发的 或者偶发性的事件 而是一直都存在着的 或者说并不是今年才有的 往年类似的事情 类似的行为 也都有发生的 所以这个谣词和相词 也就完美的回答了 我们最大的疑惑 也就是这次事件 只是普通的 以前也经常发生的商业行为 并不存在有人 故意搞破坏的一个情况 而且这个事件 也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 或者说外部因素的影响 占很大的一部分 但是绝不是阴谋论 或者故意保破坏的一个情况 并且这个事件之所以被爆出来 同时又被国家政府部门重视 这也说明 在今年这样敏感时刻 粮食危机 时刻威胁着我们 而且我们老百姓的神经 也是绷得紧紧的 很敏感 所以这个以前 也时有发生 并且被大家无视的事情 现在就被大家重视起来了 并且造成舆论传播开来了 还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同时这个事件也在说明 在现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 更多的社会问题 社会弊端 也能够更快的下情上达 从而能够更快的引起 相关部门的重视 并迅速解决 但是既然这个事情 被发酵起来了 也引起大家的重视了 那么下面会怎么发展呢 其实这个挂箱呢 代表下一步发展的 第五谣的谣词 也就我们做出了回答 我们来看第五谣 它的谣词是 九五 无妄之机 勿要有喜 相由 无恙之药 不可视也 意思就是 无缘无故的疾病 不必吃药治疗 会有喜庆的事情 像他也说 治无缘无故的疾病的药 不可轻易试服 所以这就代表着 就这个事情 我们是不需要大肆炒作的 只需要相关部门的 相应命令一发布 这个事情就会被 各地重视起来 并加以制止 所以说不需要担心的 而像词说的 治无缘无故的疾病的药 不可轻易试服 其实也在告诉我们 对于那些看似怪异 和违背常理的事情 我们更多的时候 还是要冷静分析 客观观察 不要一开始就吵着 阴谋论或者破坏论的结果 出发 这样的话 虽然我们大家的 发心是好的 但是可能带来 结果并不是好的 其实这个事情 我开始也被带节奏了 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 肯定是有人在 故意搞破坏 还好在我看了 这个画像之后 就立即转变了我的看法 而且最近在我群里 我也看到了大家 关于这一个事件 更理性的讨论 以及理性分析的 新闻和信息 这也说明 我这个画像还是很准的 而且关于这个事件 或者说就是 我们北方的小麦生长 或者夏凉生产问题 代表发展过程和结果的 护卦和变卦 也为我们做出了 后续的预测 我们来看这个 天零无王卦的护卦 风山剑卦 剑卦象征 剑静 下卦为根为山 上卦为寻为木 山上之木为高大之木 高大之木慢慢成长 徐而不速为剑 剑者徐环慢进 故剑象征 剑静 所以从这个护卦的卦象 也在告诉我们 我们的小麦 之后也会像山上之木一样 循序渐进 慢慢生长 并不会遭到破坏的 而这个卦象的变卦 是风雷义卦 义卦象征增多不义 下卦为震为雷 上卦为迅为风 风裂则雷迅 雷击则风怒 即风雷相义 义者增长 故义象征增益 为损上义下 象征统治者 减损财富 使人民增益 所以啊 这个代表结果的变卦 也在告诉我们 最终的结果 是我们北方的小麦 也就是今年的夏令 肯定还会再赢来 一个大丰收的 肯定会比去年 有所增长的 而且政府也会再次出台 有利于农民重粮的政策 看完了卦象方面的解读 我们就再来看看 六谣方面的信息 来看看六谣的具体细节方面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这个卦象 是子孙持世 子孙动画七才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很多人看到这个事情的 第一感觉就是 这里面有没有阴谋 其实一般阴谋的话 按照正常的习惯 都是用官轨来代替 现在子孙持世 子孙克官轨 所以这就说明 这个事件是不存在阴谋论的 其次是 子孙为夫神 为生财之源 赤士发动变七才 则代表 这就是单纯的商业行为 就是为了赚钱 而且柴肴又代表食物 所以也代表 这些小麦 确实是被它能食物了 而且这个卦象 父母临空 父母代表政策和文件 而父母又能克制子孙 所以这就代表着 这种毁卖倾注 或者是毁卖开工的行为 以前并没有相应的政策 或者文件来进行优俗和管理 但是呢 在启卦的当天 就是鬼害日了 紧接着第二天 就是甲子日 父母就出空了 这也代表着这个事情 紧接着就会有 落实到实力的政策 出台并被执行 所以这个事情 应该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得到制止和纠正 好的 这个卦象 所有的信息也都解读完了 其实关于这个事件呢 我看引起很多人的气氛和讨论 其中有一部分认为 之所以会有人出售自己 尚未成熟的卖苗 就是因为这样算下来的话 轻苗的收入 肯定比打成粮食的收入还要高 所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如提高粮价 事实上这样的言论 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言论 甚至是另一种的带节奏 其实关于粮食价格 我是完完全全农村出身的 对小麦的价格也是比较清楚的 我记得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也就是9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一斤小麦是一块钱左右 现在30多年过去了 我们国家的小麦价格 还是一块多点 等于是所有的物价都上涨了 但是农民的粮价 还是维持在30多年前的价格 就算现在的母产比之前翻了一番 但是化肥种子农药等价格的上涨 也基本上让农民种地 成了最不赚钱的一个投入 甚至对很多人来说 一亩地的收入还抵不上一顿饭钱 但是 尽管是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粮食价格还是不能不受控制的 因为在历史上 但凡是每一次的粮食价格涨到天上 都代表着有一个重大的社会灾难 而且最终受难的 并不是那些不种地 不生产粮食的富人 而是那些辛苦种地 辛苦劳作的底层百姓 所以说稳定粮价 看似对农民不利 其实就是在保护最大数量的弱势群体 而且根据温铁军的说法 其实中国无论是建国初期 到废住农业税之前 农民通过上缴粮食 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工业发展资金 还是到现在的经济危机 其实最终都是广大的农村 普通老百姓 吸收和消化的这些危机 所以建议这样一个情况 除了我们国家在政治方面 保证农民的收入和就业 保护普通老百姓的权利和权益之外 我们普通民众 也要珍惜你吃到的每一口粮食 也要懂得尊重和珍惜农民的付出 懂得感恩 好的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有喜欢朋友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再见